大家好,我是小舅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 好莱坞超级科幻动作大片 世界之战 影片世界之战的故事主要讲述了 我们的主角雷·菲瑞尔是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 平时为人傲慢,喜欢飙车,不负责任 实在受不了的妻子选择与他离婚 然而雷并没有悔改,更是怨天尤人 这一天他的前妻犹豫有事 不得不将一儿一女交给雷看护 雷与小女儿瑞秋的关系很好 但是雷的儿子罗比正处于叛逆期 对父亲雷十分反感 一到雷的家中就出去鬼魂 突然之间电闪雷鸣 雷赶到大街上查询情况 只见被雷电屁股的地上 慢慢涌出了一只巨大的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撞死章鱼 体大如雄像 并且立即袭击了人类 而人类一旦被击中 就会瞬间灰飞烟灭 惊恐的雷赶紧找到了儿子 带着儿女开着车逃亡 一路上他们见到了恐怖外星人 对地球造成的巨大伤害 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幸存的人类四处逃亡 人类的大军 连外星人防护措施都无法攻破 一路逃亡之后 雷一家人来到了一个地下室中 才明白原来这些外星人 以分裂的方式繁衍后代 他们会直接饮食人类的血液 就在人类家要一败涂地的时候 这些外星人突然成批的死亡 原来外星人虽然科技发达 无企先进 但是却对地球上的病菌 没有免疫能力 人类也得以延续 影片《世界之战》 是改编自科幻小说大师 HG·威尔斯所著的同名小说 终于在2005年被版上了大荧幕 由史蒂芬·斯比尔伯格指导 汤姆·克鲁斯 达克塔·范尼 米兰达·奥图等群星主演 有着1.2亿美元的投资 在上映之后口碑不错 豆瓣上也有着6.6的评分 最终在全球收获了5.9亿美元的票房成绩 好了 今天推荐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19 欢迎点赞 请订阅